弟兄姐妹早晨蒙恩 在刚过的受难节以及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就举行了一系列的布道会 无论是小孩的福音聚会 还是成人的布道崇拜 我们都看见有许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当中 要向非信徒传福音 是件极具挑战性的事 除了要鼓起勇气开口邀请朋友以外 我们为他们的灵魂的得救祷告更是重要 最近神就将困苦流离的人放在我的身边 我的朋友就面临了很严重的皮肤病 甚至需要拿三个月的病假在家里休养 无法做工 他的身体疼痛到每晚睡觉 都是一种煎熬 因为身体到处都是伤口 一碰触到床就难以忍受 我认识他将近二十年了 甚少向他传福音 但如今我知道唯有耶稣能够救他 既然他已经向中医西医求诊 甚至求神拜佛 打坐都无效了 真的是到了走投无路了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我便在他向我哭诉的时候 大胆地叫他向耶稣祷告 虽然他对基督教还有很多的误解 甚至觉得他对耶稣没有任何的贡献 耶稣会听他的祷告吗 这也让我不仅感叹 许多信徒也处在同样的光景 就是认为自己没有为神做过什么事 当问题一冲到的时候 耶稣仍然会爱我们到底吗 其实耶稣一直都在这里 没有离开过你 无论我们的心情的起伏是如何 我们的问题有没有浮现 耶稣都在这里等待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贝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纵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一个人的生命 是比任何的动物都来得珍贵的 因为耶稣来 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是给世人 给那些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已经拣选的人了 当我继续为我的这个朋友 祷告的时候 神感动我 他的灵魂比起他的肉体 还更需要得意 所以我更是为着他的救恩祷告 神亲自向他施行拯救 敞开他的心来领受 虽然受难节以及复活节都已经过了 但耶稣给我们的救恩是天天都要纪念 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是我们与他的关系的基础 十字架与我们的关系 人重生得救是单单以基督的福音为标准 所以没有其他的标准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 今天接受这十字架的救赎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是神来找他 而不是我们人能赚取救恩的 主真正的祝福已经在信他这人身上 而这祝福就是能靠圣灵感规 传福音 跨越一切的问题了 所以十字架就代表了 我们信徒与神之间的一个盟约 也代表了耶稣的能力 耶稣的爱 十字架的祝福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了 爱的绝对条件就是不讲条件 就比如 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 是完全没有看我们的条件的 甚至也不看我们的信心的大小 他应许爱我们就因为我们软弱 无助需要他 但我们不能滥用神赐给我们的爱 不能说神要证明他爱我 就必须要给我物质上的满足等等 神不需要证明他爱我们 更不需要讨好我们 十字架的爱是要夺回我们的心 主是愿意要我们享受他的爱 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 领受十字架的救赎 十字架的爱过后 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上的认识 而是要在我们的失败中 软弱中 以及惧怕里 继续不断的拆毁自己 因为在爱里活的人 虽然偶尔还会软弱 但心里没有控告 也没有惧怕 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 盼望我们无论在哪里 在任何的景况里 这十字架能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 随时的能力 随时的帮助 不要因眼前真实的问题所欺骗 哪要看见耶稣住在这里 与我们度过任何的风浪